今年第二號颱風馬蛙雖然是減弱成中台了 不過它的暴風圈範圍還是很大的 中央氣象局29號下午也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在30號開始東半部會有顯著的降雨 預計要到星期五才會逐步脫離對台灣影響 也提起民眾要特別注意安全 受今年第二號颱風馬蛙外圍雲系影響 花東週一白天人士多雲稻情天氣形態 不過中央氣象局也將在下午後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到了週二外圍環流將為花東帶來明顯雨勢 週間期間花東流翼間歇大雨 這一週基本上都會受到馬蛙颱風的影響 它非常的慢 從今天開始我們預計晚上就會發海警 所以從今天開始它慢慢轉向北邊 然後一直沿著東部海岸往上跑 但是它的暴風半徑其實蠻大的 大概有300公里 所以我們的零海就會受到它的影響 所以我們就會發海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到了3號的時候其實它還離我們還蠻近的 所以它的暴風半徑可能還會影響到我們 所以到禮拜天4號的時候 它才會慢慢移出去 我們的天氣才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在花蓮這個地方大概都是一個下雨的情形 就是陰天或是一陣回波少回來 就可能有下一些雨 然後目前看起來在花蓮這地方 可能還有一些局部地方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強的一個震風那個情形 所以這周的天氣不好 然後就是說沒事就不要去海邊 然後也會有常量的影響 所以這一周大概都是需要 攜帶雨季的一周 中台馬娃移動速度緩慢 預計週五下半天颱風才會遠離 天氣才會好轉 不過颱風外圍環流仍在 週六週日北部東半部仍有直步短暫震雨 建議民眾盡量避免前往山區海邊活動 出門記得攜帶雨季 接著將邦彥黃臨師報導 在這場邦彥黃臨師報導 松月光臨師報導 透眼睜師上 水平 道 cars 載